大家好,我是Sam,我只有另外一位女士可以來,但我們這邊都改名了 我們要介紹的是G0幣反光碗運動,第一屆最有效率介紹G0幣的真吻大賽 我想問大家一個很簡單的問題,G0幣是什麼? 聽得很簡單,對我很困難,我完全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可以到wakipedia,看他怎麼介紹 但我覺得這些文字其實不是很容易看懂 所以跟別人這麼說,他們可能會覺得,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在介紹G0幣是什麼東西的時候,遇到的困難,就是我們朋友的反應 我正在研究G0幣,所以我套戰必須跟很多人介紹G0幣是什麼東西 那會亂來,就會有很多問題,就說,你知道坦村是誰嗎? 原來沙灘不是他,或是宅男宅女參戰的方式 或者我在研究為什麼工程師休成小人這些人吃 或者說,欸,沒有,是零食政府,我不是念歷史的,不是聖中他那個東西的 那網頁有一個很好的版本,也是比較簡單一點的 但我還是覺得這個拿來跟別人說,不是很好的,不是很口語的 結果可能他們會在喊什麼東西 所以我們要弄一個百況人運動 我們在考慮怎麼用口語的方式 結果效果跟不同人介紹G0幣是什麼 所以我們在做一個比賽 但其實不是比賽,是名字而已 然後我們覺得要考慮 像不同人介紹G0幣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因為比如說我會要跟同學講 G0幣是一個可以免費吃披薩和佳麗的地方 那我同學可能會說,哇,好酷,我很想參加,真的是免費嗎? 但是如果我換時跟我的私人教練說是一個吃披薩和佳麗的地方 他可能不太會被說服 那要換一個方式嘛,我就說 是一個社會運動,他就比較有感興趣 有性子成功的一個運動 然後就說,是一大才要跑去南港的一種運動 那我們為什麼要做 我們就覺得更多人理解G0幣是什麼 應該會有更多人願意參加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第一屆最有效率的介紹G0幣的方式 收集不同的人介紹G0幣的方式 包括上面有介紹,像是朋友媽媽老師或是朋友的媽媽老師 順利成功而出了失敗的安置 因為我覺得失敗應該是成功的母 然後不是一個比賽,只是一個梗 沒有高效,歡迎大家來投稿 然後我們就是有一個,兩個用,因為有中文版的 然後等一下,你可以登錄影片 如果你想要的話,也可以用這個頻道 就是錄一個30秒的影片 然後我們就收集,然後大家可以思考到底該怎麼有效率的方式 然後我們原本要買鳳梨做一張影片 但是,來不及買 所以我們就要鳳梨輸入 然後這個專案是合怎麼樣的人 就是,曾經有跟別人接觸過G0幣是什麼 或者聽過G0幣的人大概就可以了 好,謝謝大家